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4月23日世界书相日 台南市立图书馆自2008年至2015年 总计赠送158所国小共3883位学童图书 今年在与台窝文阅读协会携手 办理赠书活动 还有我的童书大冒险展览 让学童透过完整的方式 认识一本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让阅读成为快乐的事 台南市图今天举办非读book 台南爱读册 种下书乡种子故事剧表演与赠书活动 副市长张正元等人与320位学童一同解开序幕 学童手上拿住手电筒 点亮象征阅读的兴芒 市图也首度与亲自天下出版社合作 将我的童书大冒险展览移至台南 展出至5月31日止 以互动的展览形式 展出童书创作的历程 让小朋友体验从故事发想 图书会制导编辑的作业流程 认识书本的幕后工程 此外 展出期间还将有作家王淑芬分享读写童书乐无穷 童家主讲从遥远的记忆到真实的绘本 童家的绘本创作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